這個已經發生了幾天了,但沒什麼時間說 我即時想起《人在野》那套,大家有沒有看過 教你們如何求生,有個外國人 他好像是退役的陸戰隊或成員之旅 他不是超大隻,不是駱舒華新町家那些 但新手都很健康 教大家在野外遇到突發事或意外的時候 如何保住自己的名字 包括如何急救,吃東西方面,住的方面 這宗新聞正正是和這個人在野絕對有關係 哥倫比亞裏面有四名兒童,他們很小 分別是幾歲呢?一歲、四歲、九歲 最大的姐姐是十三歲 最大的都是十三歲 遇到一次飛機以外 這個以外很早期,在五月份發生 五月一號,再有七個人的飛機 在當地的阿拉拉、跨拉起飛 預備去另一個地方 不過途中遇到意外,引擎發生故障 他曾經發出一個求救訊號 是否叫Mayday Mayday 我記得很多人說 你什麼都可以對 Mayday上飛機不可以對 這樣說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意外、騎劫都可以用這個字 緊急訊號 於是飛行圖喜歡到 他喜歡台灣的五月天 五月天就是Mayday 他們喜歡Mayday 我們去台灣聽 Mayday 五月天 我以為是哪一首 First of May First of May First of May 我忘記第一句是甚麼 不懂 誰唱的 BGs BGs 很出名的首歌 兩小無差 兩小無差 又大過你 Dreams of May 那首不是Beanity 一會再找出來 First of May 於是他們的飛機發出求救訊號 因為發生故障 失去聯絡 跟當地的民航處 各有失去聯絡 於是就拯救他們 派出去搜索隊找他們 最後在一個森林裏 就找到這架飛機殘骸 機上發現 其實他們有七個人 剛才說了 有四個小朋友 還有三個大人 三個大人已經死在飛機裏 真是慘 那四個小朋友 他們生死未不獲 找不到有遺體 找不到有屍體 找不到有人受傷 於是揭開搜救行動 這個真是挺震驚的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打定輸數了 結果四十天之後 在六月九日 找到這幾個小朋友 他們仍然在生 厲害 這個真是厲害 不是開玩笑 這幾個小朋友仍然在生 究竟 每個人都很奇怪 他們怎樣生存 最小的一歲 可能還未嫁 最大的姐姐 大家姐 十三歲 這個大家姐 真是女英雄 要靠她 真的靠她 取消所有問題 當然 飛機失事 她媽媽已經離世 在意外裏面離爛了 她爸爸沒有在機場 於是馬上聽到這個好消息 就回去 失言復得 明明幾個小朋友都死了 但也挺欺負 先不說要生存的問題 你剛才死後 媽媽 心情還未平復 沒錯 然後立刻又要照顧小朋友 找到哪裡吃東西 哪裡喝水 你說得對 剛面前媽媽死了 但是心情還未平復 就要取消他們幾個 究竟她怎樣生存 原來 這個媽媽真是人在野的感覺 她說她自己學校裏面 都學過一些類似同軍野的東西 對扎刑 對生火 她有些認識 她也玩一些遊戲 跟同學仔 學校也有教生存遊戲 當然是類似人在野 但沒那麼細節 很簡單的東西 怎樣保亂 她第一時間在飛機失事之後 好了 大人就死了 她找到一些食物 一些薯粉 薯粉類似 我以前年輕人吃過的 我媽媽也 舅父也煮過一些給我的 類似一些開的小壺 但挺美味的 放糖又可以 鹹食又可以 好了 她是靠薯粉 用來生存了一段時間 另外她又懂得摘一些水果 水果她又懂得分 哪些有毒 那些有毒 那我訪問她在醫 在醫 肩甘全到現在,這個真是厲害了 最大的問題就是住的位置 因為他有些經驗,他拆掉了 好像那套飛機的片,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真人真事改編,有一隊足球隊去外國踢球 遇到大風雪,撞到雪山 雪山裏面整艘飛機就斷了,一班人死了 其中有看過,有二十多人的飛機,可能有四五人死了 十幾二十人就沒事的 他們怎樣求生呢?雪地 他就是割開那些座位塞位,被子用來保暖各樣 拉開一些東西來遮蓋,生火 但是肚餓,結果都要切死者的屁股肉用來吃頂住 然後找個內山求救 好了,這個姐姐就是把膠、布等各樣 以及用一些髮夾、橡筋 用來鋪成一個類似臨時帳幕仔的東西 阿巴仁,我們看看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森林裏面的搜救隊找到他們的 其實他們都是打地鋪這樣 不過有些膠毡等各樣,就在飛機取出來 另外一邊就有些類似像帳幕仔的形狀的位置 就找回他們,因為他們有這個保暖的作用 又不怕打,這個也讓他們維持到頂住一段生活 就是這樣 不過又有一個疑問,他們坐一架私人飛機 在亞馬遜森林聚落了 坐得私人飛機,即是他家應該都有些錢 正常人應該不會坐私人飛機 可能他不知是去玩,即是他們不是窮家人 但是他也是會脫山跑的人 意思是他出生在一些比較富裕的家庭 你可能期望他們坐私人飛機 可能有一個工人姐姐幫忙 或者生活應該都比較富裕 看到當他去到一個荒山野嶺 外國教育不同 十三歲可能已經不會讀化學物理 讀得這麼深入,反而學習技能、技巧 外國可能比較熟悉 他們十三歲就等同我們十五、六歲左右 沒錯,很多用活動教學為主 不是讀醫生、讀歷史,讀了歷史 可能很快是香港人 不是我們打開本書,死背 這些永遠都是笑話 究竟蘋果是圓形還是四方形 問一個四歲的小朋友是四方形 對,因為姐姐切出來就是四方 對,所以這些究竟多少歲應該要學些什麼 雙等南韓都有電視片集 叫做《叢林的法則》 於是他找不同的人士 有些藝人、運動員、政客等 一起組一隊人 因為南韓太平洋岸很多小島 隨便扔幾個下去,然後他們又要自己 又是生存 不過最重要的,我看了這麼多 最重要是水源 你沒有水都不知道怎樣 沒錯,沒有水一定可以射 沒有水一定射 這個亞馬遜河 亞馬遜附近 應該是每天都下雨 沒錯,有水分給他 你看他現在拍出來也是很濕 那他的私人飛機 有機會他們未必是他自己 可能會搭上這架飛機 從A到B 猜測 我明白,可能是乘客關係 對,但是你說剛才德哥說水 你看看這個人在野 英文叫Man vs Wild 以前在明珠台 我當時有看 對,我也有看 他通常每一集 其實都是一開始 就是他跳降落沙 不知在哪個位置 去了中間 因為他開始在… 起步那裡 當然有很多人說 你也不是真的 你又有整個組織 後面帶有渤囊 有些裝備 也有一點,可能是小刀 你也不會死的了 你又有什麼事 後面有些人幫你急救 見死不救嗎 你還在拍 喂,他就死了 跌落沙 不過我們不可以救他 因為我們一救他 就選擇了一個容易 現場十六 看他怎樣死 當然他也是拍數 但他當然也是教了很多知識 但他每一集 都是一開始去到一個陌生環境 他都是兩樣的 第一,正如德哥所說 先找一個水源 無論在什麼地方 深林也好,沙漠也好 什麼地方 你都要想辦法 找到一些水 無論水是下雨也好 河邊也好 或者不乾淨的水 然後他又會教你 怎樣製造漏斗仔 可能用三部 然後又怎樣拿乾 然後再煲 怎樣樹葉流滴水下來 那種 那種 再不行 去到沙漠他也試過 那怎樣? 喝尿 他自己把尿 那怎樣把尿 可以過濾一點 他又會教你 還有植物的底部 有些水分 第二樣東西 就是生火也很重要 那他要去到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要有一個火源在這裡 那你火很有用 除了保暖之外 然後你又捉到一些昆蟲 捉到一些不知什麼的 對呀 魚等等 那第三樣東西 就是那個食物 那之前我記得 我也有說過 就是 你說去到最後 完全找不到一些食物 吃什麼呢? 蟑螂他也吃過 對呀 他真的拍給你的 因為裡面有很豐富的 蛋白質 在這裡 還有我前幾天 看了一些Netflix 那些煮食的那些 show 有些地方 真的吃蟑螂 裡面有一塊白色的肉 那些 越南那些 那些蟹蟹 類似那些 他們怎樣呢 喜歡炸 蟹子 炸得很脆 吃下去 噓噓噓聲 那些蟑螂他們也是吃的 所以 當你去到求生的時候 你什麼都要吃 什麼都要吃 還有人在野 他一定會說 除了水源之外 很第一時間 他找一個 可以用今晚在這裡過夜的地方 對 它要整個汽車 對 一定要 他就擺明 因為溫度日頭和晚上 就相差很遠 就算你下午好 你也要做今晚的鬥 那他很有意思 當然要新火 當然有些工具 各樣的船目 就預備給他 你轉兩轉 然後你後面 給你一個火機 裝模作樣 你後面用火機 對吧 但我們所說 人在野也好 松林的法則也好 都是大人 但現在遇欠那些 這是一個小孩 對 這個真是不得了 這個真是英豪 因為 他的駕駛 沒有說他有沒有刀 駕駛在飛機上找到 飛機也應該有 除非大爆炸 那些維修工具 那些都應該 Klinkerland開 都拼命找 這幾條小生命 只是全靠大家姐 要不然死得了 一歲四歲那兩個 反而被我看到 就是 因為怎樣說 我們人 隨著我們越來越大 我們的認知 或者我們的知識 會越來越多 我們會有不同知識 去吸收 但這些反而 幾歲 或者十三歲 那些年輕人 他們可能真的 用他們那種 人的那種求生的本能 因為他們其實又不是說 當然 十幾歲 大家都說 難道跟你讀那些化學嗎 跟你讀那些物理嗎 都未去到 外國應該不讀那些 純粹你可以看到 用回一個普通的人 又或者你當他 其實人都是動物 去回一個森林裡面 最原始 你會看到 真的反映回 他們本身 人的那種求生能力 沒錯 他們雖然不是讀很多書 也可能是十幾歲 十三歲應該是中一 中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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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階段 又不是說認識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但用它最純粹的那種 就是 我們人的自然 那種求生本能 這樣都可以 用不同的方法 生存了40天 都真的挺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他們也訪問了 他的親戚 就說 為什麼這位小妹 她真的那麼厲害 她能夠認識這些東西 你說基本 這麼小的小妹 都能夠想得到一些東西 他說她自小 她親戚就說 她在社區那裡長大 社區當地的那些領袖 就是那些可能 族長 市長那些 也在那裡 也有教大家 一些求生的東西 而且 因為她跟外婆大 外婆老人家 都會教她 比如 煮一些薯粉 哪些能吃 哪些不能吃 那些水果 如何拿種子 只吃核 或者什麼 都能夠頂到肚子 所以她就依靠這些記憶 就是祖先的記憶 能夠生存到 有這些生存的知識 所以就帶帶這幾個小朋友 足足40天 就脫離險境 這個真是很可憐 我想起那套 泰國的套 洞穴那裡 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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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奇蹟 不過除了你說 這一班的 囚囚女女很厲害之外 要給一個credit 就是這一班搜索隊 因為他們始終 沒有放棄 他們可能 如果中途放棄了 那他們 過了40天 過不了第50天 或者第60天 因為發現他們的時候 都已經發覺 他們有些脫水 有些情況出現了 但要質疑 他們已經離開飛機 那樣 這個也是 為什麼要走那麼遠 可能他是想賺食物求生 但你一定找到一個地方 你不如住在這裡 搬個credit去其他地方 沒錯 可能他們留了一些小石 綁一條繩子 當然了 你搜索隊 他沒有放棄 因為他看到飛機 三個大人的遺體在那裡 但是幾個小朋友 遺體不在那裡 所以他一定知道 他們生存的機會都很大 所以不停地搜索 當然了 這個也是 讚他們 沒有放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